慈禧是满足耶和那拉市、咸丰帝的妃嫔、统治帝的生母、晚清最重要政治人物、清朝晚夕的实际统治者。 1908年11月5日,这位统治大清四十余年的女皇帝御驾归西了。 二宋藏队伍一处,盛大的宋藏仪式,队伍浩浩荡荡向清东陵出发,道路挤满了宋藏的清朝兵勇。 他们头顶白帽子,用纸扎的台叫纸人,可能慈禧还想在另一个世界,继续享受他这辈子的太后荣光。 随慈禧陪葬了纸人,扎成文五百官的样子,看上去阴森森的,很吓人。 前来观摩慈禧葬礼的外国使节,晚清王公大臣在护送慈禧的官国,二十多个人一起台,可能陪葬物之多,生前就奢靡浪费,死后依然这么铺张。 送葬的轿子,轿子里面就是慈禧的官国,以及他带去另一个世界的金银财宝,可笑的是,最后却被孙殿英用大炮轰开,席卷一空。 葬礼上的台叫人,有几个还好奇地看着镜头,二指扎的骑马官兵,这些都是用来慈禧在另一个世界使唤的。 二帝安门前的送葬人群,显得有些荒凉与阴森。